第四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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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命运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敌林 来 赶快欢迎我们今天命运老师 首先欢迎黄优福老师 大家好 接下来欢迎张胜书老师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来 接下来欢迎爱飞老师 大家好 今天要聊的是换个角度看人生 转念幸福就来临 最近的政论节目不要再看了 全部都是低能量 我们要看我们高能量向上的节目 来 欢迎两位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余祥全 大家好 太久没出来了 太高兴了 不好意思 来 接下来欢迎周思杰老师 大家好 平安喜悦 真的 周思杰老师最近有新节目 都是正能量的人生投资学 但讲的是人生的投资不是钱 但跟人投资 对 也包括钱 那你感情投注的心血也是投资 你对孩子的爱也是投资 所以这些都是投资 我们每个人都在投资 真的 你开这个节目是因为疫情 然后很多人都很忧郁 所以老师要带给大家 很多的正能量是不是 其实这么多年来 很多人都问我说 你当时超越了 那个九位数字的财务困境 老师欠一亿呢 又大火 而且你要知道 那个一亿是2001年 老师你那时候有没有 讲实在了 已经过去 那时候有没有想死 想死是没有 我觉得死是比那个要面对 还需要更大的勇气 对 那我只是要大家强调的是 那时候的一亿在东区 如果一瓶 我记得那时候信义路市段 一瓶是二十几万 所以我如果买一百瓶的豪宅 大概两千多万 那两千多万 我一亿大概可以买将近五户 所以各位你要用这个比例 因为现在一亿好像听起来 比较没什么 那所以最近疫情来了 那就更多人一直问我说 在FB我有困难 我应该怎么解决 所以我就决定 把我怎么穿越 那其实那是 要有很坚强的内在 它不是光技术面 教你怎么解决很快 但是你会做不到 那做得到做不到 老师口罩拉一下 口罩要戴好 对 口罩戴好就会漂亮 好 所以我就是把我的心得 跟大家分享 然后是完全免费 然后他有一些短视频 告诉大家 你遇到不同的困难 应该怎么去穿越 而且让自己过得很平安喜悦 所以很值得看 最近就会推出了 很棒 对啊 说 这边要问一下 这个祥犬 这一次疫情一开始 你也很焦虑 当然很焦虑 你焦虑什么 你不会在家里吃喝玩乐 不是 因为之前是有很多 蠻多通告的嘛 那在录的时候 那时候本来还有敲大概三个 然后你疫情一开始 好焦虑 因为只出不进嘛 我爸妈是不会支持我的 什么 真的 你不是最有名的新二代吗 可是我爸妈 花不完的钱 没有 我爸妈 其实不是 我爸妈 我爸妈在家里其实是 对女生是OK的 他们对女生钱就是一直 可以无限的可能给啊 说可能二姐需要 大姐需要 可是他们说男生 以后是要养家的 所以你要靠自己 所以基本上我的钱 都是我自己赚的 而且有时候还要帮他们 出他们的 你像上个月我的 火石费 卡费啊 叫了那个吴柏毅跟阿夫啊 叫了两万五啊 哦 是啊 对 很贵啊 那真的让你开始很焦虑了 很焦虑 没有 可是后来 后来有转换一下 就多陪陪家人 然后二姐有时候 回来的时候多陪陪二姐 对 我们最近看到好多新闻 二姐的新闻 二姐的这个身体 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的 对 已经折磨她快将近 真的 十年的时间了 所以因为在平常啊 大家工作上各忙各的 在家相聚的时间比较少 大概只有逢年过节 但这次疫情啊 所有人大家都聚在一起 时间变多了 你们家说人也多了 开始摩擦也就多了 我妈本来就很爱睡念 亚萍姐 当她关在家 没事做的时候 她又特别特别的爱睡念 比如说 我在家没事做啊 我留个胡子 她说你每天留个胡子 像流浪汗一样干嘛 我想说我也没有要出去啊 又怎么样 你疫情待在家 你就不修蝙蝠了 你也不刮胡子 也不整理了 对啊 然后就留个头 头发也没地方剪嘛 我就留个 然后很像 真的蛮像流浪汗的 可是 我想说我爸也是这样啊 你怎么不说我爸叫什么 那 对 不是啊 真的啊 然后你说叫 然后帮他们叫东西 真的第一个月 真的快把我搞爆 你说叫外卖啊 搞爆啊 你知道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 我每次拿东西去问他们说 你们要吃什么 他们说我不知道啊 你随便点啊 我就想半天 有时候叫外卖 真的滑来滑去 不知道要吃什么 真的很烦恼 而且帮他们点来 又不知道他们喜不喜欢 然后他们说又随便 你随便点啊 你随便点我随便吃啊 然后像上月 又点了两万 真的是 卡费下来是两万五 光点那个东西 因为没出去嘛 我没有刷卡嘛 点那个东西又点了两万五 可最怕是点了半天 然后送来了 大家说 蛤 不是 有一次我还特别跑出去买 因为太无聊 我就在家 我就想说没事了 我就出去帮忙买个东西吃 我去买一个 他五点才开门 五点五分到 他已经在排队了 我就买便当 我买了几个便当 我很喜欢吃便当 就是那种很好吃的便当 我买回家给他们吃 然后结果被我骂说 你吃东西怎么像工人吃的 结果我特别买东西给他们吃 然后还被 还被写 还被骂了一顿 那你就干脆让雅萍姐 让妈妈自己点好了 有 我后来就 妈妈就说 那不然你每次都说 什么你花了多少钱 多少钱很贵啊 那不然你就用我的 绑一个 我就说好 我都很开心 他绑信用卡 他绑他自己的 他手机里面有乌龟 我就好 雅萍姐的手机有他自己 对 然后二姐有一天回来 二姐有一天回来 我在陪二姐打牌 妈妈就下来说 你们要吃什么啊 二姐 二姐回来了 我们可以叫好一点 贵一点的东西吃啊 结果 结果 我就故意的 我说没关系啊 随便 随便吃 你随便点我们随便吃 你故意用这一支 我故意用这支 我说 你奇人之道 反至奇人之神 然后他上去看了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下来说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点什么 叫他上去 然后他还跟爸 然后爸说 你就随便点嘛 然后我妈还骂我爸 说爸 你来点啊 还是我把手机拿下来 我来点 在家不要吵架 要注意了 来 我们这边问一下艾菲尔老师 哪些星座的人 2021年的下半年 财运能够渡过难关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星座的排行榜 那么在2021年的下半年 像在大家都非常烦恼的事情 到底疫情什么时候结束 能不能够三级变二级 大家能不能够保住饭碗 那么有些朋友要请这个纾困 到底能不能够请到 那么上榜的朋友呢 不仅是请到了纾困 而且下半年的工作 还能够继续 能够稳定的继续 首先我们来看第三名上榜的 太阳星座跟上升星座 如果是落在这个金牛座的朋友 要恭喜你 那上半年可能过得比较苦一点 但是下半年 财运是可以度过难关的 原因是什么 代表要另起炉灶 思考转型的出路 其实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 很多人的原来的工作 可能都被迫要结束 或者是因为工作的一个关系 都是密集的人与人的接触 但是对于金牛座的朋友 你下半年财运要能够 能够度过难关的话 其实对你来讲 你必须要另起炉灶 可以做一些适度的调整跟改变 配合一下新的这个环境 或者是后疫情时代 如果你能够转型出发的话 代表是说你的财运 就能够接到一个新的一个机会 所以对于金牛座的朋友 不妨在这个时机 你做一些调整跟思考 你只要做一个适度的转型 那我相信你的财路 还是比较多的 再来看一下第二名的朋友 因为她们做事情非常敬业 投入 可是女生这样的状态 各位也要了解 就因为这样 她的婚姻就会比较不如意一点 为什么 她也投入事业 是不是就人生的变动性 就比较大 而我们一般都希望 女生是在家里安分守己最好 所以有的时候女生事业越强 所以反而越难匹配 再来看一下第二名的朋友 太阳跟上升 如果是落在双鱼座的朋友 那么也是可以在下半年财运度过难关 什么原因 代表你要设置停损点 不要再持续的漏财了 对于这个双鱼座的朋友 如果说你最近有玩股票的话 或者是说你有买航运股 或者是这种钢铁 最近这种都涨得非常高的 那对于双鱼座朋友来讲 如果你要在财运上度过难关 其实最简单的部分 你就要先去解决你的财务的破洞 特别如果是说你在投资股票上面 有一些巨大的亏损的话 不如先设置停损点 那么设置停损 其实就是帮助自己不要再漏财 那么不再漏财以后 就不会再增加危机了 那对于这个双鱼座朋友 可以做一个提醒 再来看第一名的朋友 下半年财运可以度过难关 第一名是这个星座 射手座的朋友 射手座的朋友 在下半年财运度过难关 最主要的原因是 或者是好运的机会 代表你要寻找贵人 而且是要寻找异性贵人 什么叫异性贵人 如果说你是男生 那你的贵人是女生 那如果说你是女生 你就要找一个男生 当做你财运或事业上的贵人 代表是说有一个互补的特质的话 那么也许这个异性贵人 可以帮你介绍工作之外 而且现阶段的一些烦恼 也能够获得解决 所以财运的烦恼 那么有上榜的这三个星座 金牛座 双鱼座 以及射手座的朋友 现在如果你还在苦痛的话 不要着急 下半年马上其实就可以 度过财运难关了 有时候换个角度看人生 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我们这边问一下思杰老师 说你曾经有一个女学生 她每天都在为老公的事业烦恼 一直在帮老公踪踪踪踪踪 那这时候她就来问老师了 什么时候到头啊 老师怎么办 她非常特别 我们都知道好多女人很传统 都是帮助老公的 所以先生做了很多行业 然后每做必赔 然后这个学生已经上我的课很多年 可是我每次看他下课 就跑到外面去打电话 我问他说你在做什么 他说老师我在借钱 已经借到当铺 我说你已经上我的课这么多年 你怎么还会做这样的事 他说没办法 因为我先生就说他一定要做啊 我说那你应该要改变 因为所有的三点半 都是你在嘎的 如果你先生非做不可 他一直想当老板 那你应该要用一个方法 你改变他就会变 我就教他一个方法 我说你回去不要吵架 你就好好跟先生讲 如果你一定要继续当老板 那我也尊重你 但是我真的借不到了 因为亲朋好友娘家 现在都借到当铺了 那如果你一定要当老板 那下次三点半 要嘎票的时候 麻烦你自己去借 结果就真的后来他先生 自己要去借钱 那所以很快就跳票了 那跳票了以后 就乱糟糟的 很多的垃圾都被掀开 才发现这个先生 早就有小三了 早就也外遇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整个 全部洗牌了 也离婚了 那老婆就把孩子 都带着出来自己养 那先生就跟那个小三 在一起了 那这么多年来 他原本扛了两千多万的债 那大概也是八九年来 我每一年看他债务都减少 那我在前年问他的时候 他说只剩下一两百万 他后来自己是靠什么为生 他就是靠 老公不是一直当老板 有很多货都是囤在仓库 那老公也卖不出去 所以最后他就把那个囤货 自己慢慢销 然后当业务 那因为很多人是信赖太太 因为过去的钱都是他在招走 旁边的人都看在眼里 谁是真的有本事 那所以我觉得一个人 当他钱就稳定 你就会发现他也会变漂亮 那所以我觉得 当我们老师觉得说 老师他就不改 只有我上课没有用 其实不是的 你改了他就非改不可 那通常另外一半 没办法改变 是因为你也都在做原来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这是很值得我们女性去参考 要注意 你不要宠坏了别人 再说别人不对 对 当然他有经过这个痛苦的过程 肯定的 一发现 原来老公生意又垮了 还有外面有小三 这时候他更痛苦 对 可是这个痛苦过去了之后 他就慢慢的波云渐渐 对 惊高 这边问一下张圣书老师 哪些紫薇命格的女生 赚钱能力比男人强 是 我们就赶快来 把你的财伯公命盘 拿出来来看一下 财伯公的位置 其实我们讲 不分男女 就财伯公的组合 比较强的人 事实上赚钱能力就高 只是他们赚的方法不一样 我们来看第一个 太阳加上天良 这两颗星 你看我们思杰 他的财伯公 是不是有一颗天良 财伯公 在右下角 真的耶 对不对 有一颗天良对吧 是 其实像太阳加天良 这两颗星 人谦虚 诚恳 而这样的人 人缘就好 所以贵人运就会很强 因此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说 一个很温柔很柔美的女生 为什么这么会赚钱 我想除了思杰以外 要取个例子 像张又怡 各位记得她吧 徐志摩的人配 难怪我说耳熟 耳熟 对不对 人间四月天 你看张又怡 她在婚姻之中 她很不幸 对吧 她一直说 她是新中国第一个离婚的女生 大家都不会记得第二个 只记得第一个 所以她永远历史上都记住她了 可是她最后说 我要感谢徐志摩 如果不是因为离婚后 她不知道她自己 赚钱的能力这么强 她后来做什么 她后来做金融 还做百货 还带领欧洲的漂亮的洋装 进入到上海 是喔 因为她当年被徐志摩抛弃的时候 她人就住在德国 她那时候很惨 小孩子生下来没有人理 因为徐志摩去爱别人去了 可是你看像徐志摩这样一个文人 当然徐志摩死得早了 她就算不死 她文人只会花钱 也不会赚钱 对啊 跟她会迎师作对 迎师作乐 就风流才子嘛 可是你看 后来这个张又怡 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企业家 她说如果我没离婚 我根本不知道 我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 我觉得老师这一点分析跟我好像 我当时在突然的 你也认识徐志摩 你也认识什么 还是跟她的太太流难 也是被徐志摩给气到 不是 那个 我在那么大的财务困境的时候 我也不认为我还得起耶 刚刚开始 结果很快我就发现 我居然是还得起喔 然后我也发现说 原来我是有赚钱能力 然后这么多年来 其实我常常有一个疑惑就是 我哪怕很困难 可是赚钱的流 都还蛮顺畅的喔 原来是因为我有这个天力 是吗 老师很棒 你看小小女生 讲话很温柔 很有礼貌 可是说很有叫小 那时候黑道在找她 她出来慢慢谈 慢慢讲 大家都 好 对 所以我们说 看起来没有很刚强 可是却那种润力 润性 然后愿意面对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这样子的命盘 贵人运又特别强 有贵人来帮忙 是不是就差别非常多 我可不可以讲一个 很不可思议的贵人 我曾经在最严重外销被导账 被我导账的那家银行 就在我的办公室 三百多平的楼下 然后呢 当我一直在嘎三点半 那个经理居然主动跟我说 周小姐 你不可以去借高利贷 因为她看我四点了 还在等我嘎三点半 她说不行 我说可是我今天有缺 她说已经三点四十分了 她说你今天缺多少 然后她就当场 马上用她的钱 转一百八十万借我 真的假的 她的公司 她的银行 已经被我们倒账了 因为外销被诈骗 那她就是看我一个女孩子 楼上三百多平 这样也是拼外销 这个集结外汇 赚外汇 那她就说 你一定不能够去借 不该借的地方 然后也没有问利息多少 你什么时候要还我 也没有写借句 我到现在回想起来 我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真的就一百八十万 立刻转让我搭支票 所以人生真的有太多 不可思议的事 对 所以很多人 就误以为自己已经不行了 走绝路了 可是真的是 山穷水尽一无路 问题是你要正面面对 对 这是不是最重要的 有的人就像躲在家里 怨天尤人 是不是就完了 可是愿意面对 诚恳谦虚 我刚讲 这样的人贵人一定会来帮忙 是 所以你看我刚讲 张又宜这个例子 有的时候真的是 女生她不离婚 她以为她只能当 家庭主妇的命 是 想不到离了婚之后 真的是整个的潜力 都发挥出来了 再来第二个 这个女朋友多久 四年 四年没有离开你 为什么要去开我 为什么一定要去开我 然后我对她的家里 就是她的妈妈 就是她的弟弟 就是她的妹妹 就是她的姐姐 对吧 好是 好有礼貌 好开心 好 不是 再来第二个 连针加天赋 这两颗心落入财博宫的人 做事业的能力非常强 他们只要做事情非常的投入 你知道这个 以前紫围斗术的古术怎么说的 连针天赋 说他们叫妖精医子 妖精医子 你看 不是妖精打架喔 不是那个妖精 蛮有趣的这个 妖什么 妖长万贯的妖 妖 黄金 妖精 黄金 衣服穿紫色的 妖 妖精色 有黄金 然后衣服穿紫色 其实代表来就是说大富大贵的衣服 因为穿紫色以前的人就是四品官以上 才可以穿紫色 是 大官 而妖精裳 腰上妖缠万贯 也就是说 连针天赋 其实是从正裁上面去得裁 因为他们做事情非常敬业 投入 可是女生这样的状态 各位也要了解 就因为这样她的婚姻就会比较不如意一点 为什么 太投入事业 是不是就人生的变动性就比较大 而我们一般都希望女生是在家里安分守己最好 所以有的时候女生事业越强 所以反而越难匹配 这就是有很好 没有十全十美的命盘 所以这样的命盘 事业做得大 赚的钱多 可是能匹配的婚姻来看 就难度就比较高 再来第一个是 五曲加上贪狼性 你看这两颗心加起来 其实人要有钱 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 你必须要有赚钱的欲望 五曲称为财星 然后贪狼称为什么 欲望之星 这两个加起来在财富公布就觉得 我想要有钱 我想要当人上人 所以我现在钱这样我觉得不够 所以有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当公务员 这个钱死薪水二十年都不变 跑去做保险 去做直销 有些人把铁饭碗辞掉 去做业务 被家人骂死 所以他宁可苦 可是他不想要没钱 那你看是不是要这样的人才容易赚到钱 可是如果男生我们就觉得 这个男生有出息 而是女生我们就觉得 这女生为什么 胆子太大 对啊 可是这不分男女 而是命盘去决定了他的命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三款命盘 都是赚钱比男人要强的命盘 是 翔全 说有一阵子 不管做什么都被网友骂 骂到臭头 当然心里也会很难过 但是你现在 你现在跟网友和平相处 觉得网友的留言都还蛮有趣的 还蛮有趣的 有变好朋友吗 没有 就没有到时候好朋友 就因为以前 以前就是有一阵子 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就不管我做什么事情 不管是去工作啊 或者是出去 不管哪里 只要被拍到就是会被骂 然后就不关我的事情 然后比如说我去公园 放金 我不知道公园不能放生金鱼 然后又被拍照 然后又被骂 你去公园放生 金鱼 对 然后就被骂 然后那时候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都被骂 还有什么什么 我们好想听喔 很想听嘛 我们评断一下 为什么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过个马路 然后帮我阿公买牛肉面 就是 可是我是用穿越的 很短短的 穿越 当然不行 然后又被拍 然后又被骂 反正就是大概都是这种 每天都会遇到很多很多 不一样的事情 一直被骂 那 那时候的留言 其实我不太敢看 可是我慢慢会 转变我自己的心态啦 然后到后面 你就是 很努力地做你自己 我一直做我自己 爱放生就放生 爱穿越就穿越 别讲是 是这样子的看开吗 不是 我尽量 等一下 你不要越 我尽量做好我自己 可是就是 我还是做我自己 我保持我自己的 赤子之心 不变的 永远是一样的 我就 因为很努力 是 然后慢慢向上 然后好像发觉 观众 网友对我的 感觉都有 呃 换了 都说什么 不是 然后有骂的 然后他会有人 有人骂我嘛 比如说他都是靠爸 然后有人会跳出来 就会跳出来说 跳出来说 人家有爸靠我 你有爸靠我 我就会笑 那不是我自己去回头 这是网友帮我回头 所以你有养一批1450 没有 没有 等一下 我真的不错 就是自己养一批1450 不是 我没有 对不对 我没有 我现在会去看 以前我比较不会去看 所以有一些你投资私利 钱都赔光了 那时候有买股票 然后有 然后有 那个投资公司 那一开始有一些是 赚钱的 你比如说 那时候我就很 比较笨 然后选那种高端的 就是这价钱很高的 你当时要选高端 现在赚很多 我是说价钱很高的 他这样子跑 你就卖来卖去嘛 他那时候就比较笨嘛 他这样跑来跑去的时候 你就卖嘛 其实我不太想说 就是那时候的古王 就是做手机的那个 那时候不是到一千吗 我那时候在玩那个 那个很快 那个泡泡一天 你就可以赚个几万块 几万块 这样赚 对 可是他到时候 后来很惨啊 就是掉下来的时候 你就全部赔光了 你全部赔光 对 我也忍不住酸两句 你赔钱 你没钱 你在家里 你们能吃多不好 你光吃家里面 随便的剩菜剩菜也很好啊 不是啊 有时候你出去外面嘛 你还是会出去外面 你吃东西 就是有时候挑那种差距嘛 但最主要是心境 对 你心态的转变 然后你不会去 我觉得以前那种行为很浪费 你去老公公司花那个钱 其实很没有 所以现在 有一个女朋友陪着你 给你鼓励 对 然后你就会转变 对 他那时候 因为在我 这个女生 这个女朋友多久了 四年了 四年没有离开你 为什么要离开我 为什么一定要离开我 到底在说什么 他很棒 你今天是不是有点 对 有点忧郁 我觉得他很 你太想没论 好 怎么了 说 你要让他 千万不要去上 周老师的课 不是 我要来回家算一下他的命盘 到底是一二三哪一种 他都怎么陪你 他那时候愿意陪我吃苦 比如说我身上那时候 可能只有两三百块 真的只有两三百块 我没有骗人 加好钱可能都快付不出来 然后就去吃那种可能 一百块过一天 真的 真的是这样一百块过一天 然后他还是愿意跟着我 陪我吃苦这样 我那时候真的非常感动 然后 尤其我后来又有到医院 然后 你吃 因为我脚断掉 脚断掉 那时候住院 他到医院照顾我 就是帮我 类似八十八年 要扶我去厕所这样 然后 女朋友耶 可以做到这样 哇塞 所以让你也很感动 很感动 那你有为他付出什么吗 然后我对他的家人 对他的妈妈 对他的弟弟 对他的妹妹 对他的姐姐 都很好 好事 好有礼貌 好开心 好 不是 竹林哥 你今天有点怪怪 没有 好久没看到你 好高兴 你知道我们隔离太久了 我光下楼看到管理委员 都好开心 对啊 你今天有来上班吗 不是 就是比如说出去外面 然后就是请他们吃东西 然后把他们买一些东西送他们 送他们衣服 送他们水果 逢天过节送礼这样 诶 不错哦 对 你差不多 最有论及婚嫁了吗 感觉上 嗯 有 对啊恭喜 好像已经没有比他更合适的 应该是没有了 因为尤其说 不会去想那么多 因为到了这个年纪 而且看到二姐的小孩 二姐的小孩 出生以后我非常非常喜欢 发觉我好喜欢小孩 就是她每次回家以后我都会 抱着一个很开心的心情 觉得很幸福 就很幸福 对 然后她又非常非常喜欢我这个酒 她每次看到我的酒酒 酒酒 陪我去干嘛 陪我去干嘛 你就会觉得 想自己生 真的有点想 你跟女朋友说了吗 有啊 有啊 我有说如果我们有小孩 就生下来 然后就结婚 有小孩就生下来就结婚 对啊 因为现在 因为你现在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去做一些 比如说 那怎么不是就 那就结婚再生 因为现在我跟我女朋友的生活 好像跟结婚在一起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你觉得没差别人家 女生有差别好不好 是吗 可是你现在也不能办啊 你也不能给她什么 你不能办在一个比如说 那你要先说啊 你要把那个 对不对 都先说清楚 等到了解封之后 虽然全世界我们已经等了两周 四周 八周 全世界都还在等 台湾清零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清零之后我们就结婚 我们不能给她一个承诺嘛 对不对 就是可能 可能这个疫情结束完之后 我就会觉得 就 喔耶 耶 然后就办一个很隆重的婚礼 送给她 来 欢迎我们老师 哪些生效命格的人 很懂得正向思考 也可以过得很开心 最可恶的是她都不承认 人家都跟我说 明明看到她带着一个 二十岁左右的妹妹去看电影 可是你怎么问 她每次都否认 真的太可恶了 我说你老公 否认你要高兴 因为她知道她做不对的事 她知道她还要这个家 最怕的是说 好对啦 我万一要怎样 谈一谈要离离离吧 啊 对不对 这一关要败 所以骗你是爱你 对对对 这一关要败 所以骗你是爱你 这一关要败 这一关要败 所以骗你是爱你 这一关要败 这一关要败 来 欢迎我们老师 哪些生效命格的人 很懂得正向思考 也可以过得很开心 那今天我的讲法是用生日的日子来看 那今天我的讲法是用生日的日子来看 我们知道我们出生有年月日食嘛 我们今天只看日子 那这个日子呢 一般你在网路上你也查得到 你的生日去查一下你的生日 当然如果你有万年曆的话 当然也查得到 那我分成两种状况 第一种状况叫做天色即日生的 什么叫天色即日呢 就上天赦美你的罪过 我们就要天公子 就天之骄子 上天特别照顾你 那天出生的人 他是有这种的 我们再看一下左边这边 就说如果是春天 就是农历的一二三月是雾云日生 然後夏天 就是四五六月呢 是甲午日生 然後秋天七八九月呢 是雾生日生 然後冬天就是十十一十二月呢 甲子日生的人叫做天色日 那在臺灣我敢講 全臺灣的這個農民曆 不管什麼版本 他的第一頁都會寫出來 這我們必須想想看 反正我們所有農民曆的第一頁 這裡有個圓圈圈的旁邊 一定會把今年的天色日寫出來 天色日就是說那天日子特別的好 不但是說上天赦免你的罪過 上天還幫助你 那你自己本身就是剛剛講的正向思考 有困難能夠解除困難 有災難能夠解除災難 這是個很好的日子 叫天色日 天色日怎麼看 就是只有看日子 其他不必看 年月日 只看日 你日會不會等它種到我這邊的 那今天我講完是兩種種 第一個就是現在講的天色日 天色日呢 因為這天日子出生的很好 那你說萬一我不是怎麼辦呢 你知道現在目前在台灣 只要遇到天色日 他為什麼在農民特別提出來 那一天勸台灣的天公廟 或者玉皇大帝廟是人山人海 大家都去拜 就拜天公 就希望天公給我 讓我重新開始 我如果不好的事情 全部能夠去除 迎接新的好的 就是讓我們迎接新的好日子 讓你開心 天色日非常有名 我一直強調 就是我們任何一本農民歷 它上面都有寫 平均起來呢 一天一年大概有五六天而已 像今年大概有六天 去年今年明年大概一年平均有五六天 會遇到這種天色幾日 那天色幾日這種日子生的人呢 他就很符合我們這樣子的正向思考 那真的很棒耶 火火的開開心心 不會轉牛腦間心急看得很開 困難能夠解除 來 這是再下第二種 第二種叫六秀日生的 六秀吉日 六秀吉日就是 不管你這什麼春夏秋天 你是要這六天生的 第一個是秉武日 第二個是丁魏日 第三個是吉丑日 第四個己魏日 然後物子日跟物武日 這幾天的特色你看出來 大概都是火土比較旺 火嘛 他就在頭腦的發揮 所以六秀日生的人呢 他就非常的聰明有才藝 他能夠想的思考很博學 他想法這事情要怎麼解決 他就往好的方面去想 一定能夠解決 不會在那邊鑽牛角尖 想不開很固執 不會的 所以六秀日生的人也不錯 六秀日生的機率就比較高了 六十天裡面有六天嘛 六十天每六天就是十分之一 就是我們十分之一的人 他能夠得到六秀日 那如果你又加上天色 算起來的話 這個也蠻多人能夠得得到 是 得到這樣的日子的人 剛剛講過嘛 就是他事情能夠看得開 往好的方面想 開開心心的 是 如果是以人像學來講的話 一個會正向思考的人 能夠看得開的話 通常一定也是一樣 額頭開 像祥犬 不然就像眉毛開 像我們師傑老師 像這種他們 如果說這個你沒有知道 或查不出來的話 你看長相也可以知道 一個講像額頭開開朗朗的 眉毛開的 印堂開的 他的心情自然就是 往好的方面去做 他也很努力很努力 很認真很認真 通常我們認為這種人生活得 會很精采 活得很成功 謝謝老師 來人生轉念很重要 但是這個契機有時候 你就願意聽這個故事 然後願意從自己 內在去做一下思考 對不對 我們問一下周思杰老師 說有一個貴婦 時常抱怨她老公 結果你教她轉念 讓她過得更開心 其實你會發現 很多女人都很容易遇到 比如自己的另外一半出軌了 那這個女人當然很痛苦 通常她都會希望說 我是不是去找外面那個女人 談一談 理論一下 但是我就告訴這個學生 我說你要先看看 外遇有時候不一定錯在太太 我說你要看你老公是哪一種外遇 有一種就是補償型 就是他在家裡 確實得不到溫暖 所以他往外求 我說第二種是 這個偶然型 就像我們在看那個電視劇 出差了 結果晚上喝酒了 一夜請 那比較頭痛的是第三種 就是自發型 他自己希望他發生 明明家庭很圓滿 可是男人就覺得這樣比較刺激 或者這樣讓他顯得永遠有活力 比較鬆開 我說你要先看看 你先生是哪一型 然後你不要急著去找外面那個人 你應該是先把自己找回來 也就是說我們女人就像這個 你一定要投資自己的人生 不管他怎麼樣 你有沒有把自己經營好 有沒有該漂亮的時候還是要漂亮 對 那如果你把自己都經營好 孩子教育好 有一天老公還是會回來的 通常一年內都是感情的高峰期 我就這樣跟他講 一年之後 老公就會發現 怎麼外孕那個對象 早上起來也是會有膝蓋 他就會覺得說 跟我有共同奮鬥的 糟糠之機 還是我應該要回家這樣 那我分析了很多給他聽 然後他就說 可是老師 其實我家老公跟你講的都不一樣 那他們老公是哪一型 他老公呢 是自發型之外 他每一年都換一個 所以他永遠在感情的高峰期 因為我跟他說 一旦高峰期過了 男人也會有時候知道 迷思也要回頭 是 他說可是我老公都在高峰期 因為他一直換 我的身體很好 對 然後他就說 最可惡的是他都不承認 人家都跟我說 明明看到他帶著一個 二十歲左右的妹妹去看電影 可是你怎麼問 他每次都否認 真的太可惡了 我說你老公 否認你要高興 因為他知道他做不對的事 他知道他還要這個家 他還愛你 他怕你難過 所以他要否認 最怕的是說 對啦我外孕要怎樣談一談 要離 離一離吧 對不對 所以騙你是愛你 所以 男人會否認 他不是壞事喔 女人有時候要從不同的角度去看這樣 然後他說 那這樣怎麼辦 我就問他說 那你老公有顧家嗎 他說有啦 都有顧家 我老公 家庭功課有做嗎 也是有 因為太太很漂亮啊 你看 他很厲害 就是個大美女 然後全身 每次來上課都是質感很好 然後我說 那老公錢有交在你手上嗎 他說有啊 不動產幾乎都登記在我名下 然後也疼疼孩子 那該做的都有做 我說那很好啊 我說你要想 我們人都不是100%對不對 那我們也有一些缺點 那你老公就只有外遇這個 讓你很難過對不對 那其他都很好 那也看到我們自己的不足 那這樣你就會覺得 至少我的老公也不會家暴我 對嗎 至少我的老公也沒有負債累累 讓我去還 對嗎 至少我的老公也不是像人家 不顧家 不理孩子 都沒有 所以你應該要很感謝 那後來他聽一聽 他才發現 有道理 好像很少人 從這個角度告訴他 因為很多女人都會以為說 我的另一半外遇了 是不是我變醜了 外面那個皮膚更細 外面那個身材更好 其實有時候不見得 尤其萬一你的老公 是屬於那種自發型的 他根本就是想要他發生 沒事他也在想 最近有沒有什麼獵物 讓我的生活起一些變化 那當然如果說 我們反省的結果 覺得說他是那種補償型 是我們確實家庭 有沒讓他得到溫暖的地方 那這就是我們要成長的 我們就要感慨來上上 人生投資學 因為你的內在如果飽滿 你是一個很有神韻的女人 我告訴你 你的老公都永遠被你吸引 他很知道那個只是 一個蜻蜓點水 他永遠的愛都會在你這裡 不要擔心 所以擔心的是說 你有沒有把自己找回來 而不是去找外面的小三 這是我給他的建議 投資自己 把自己更正向更美好 對不對 就能搞定一切 就能夠轉面 老實說 你還有一個學生 當然每個人 煩惱的事情都不一樣 對 尤其女生特別煩惱多 女生比較可憐 所以這個女生 她特別喜歡 操煩父母的事情 羅別玲 她曾經有一次 在公眾表演的時候 她講了一個笑話 哄唐大笑非常好笑 是 結果她又講了第二次 大家就不太笑了 結果又講了第三次 一個人都沒笑 大家都說 左邊你今天是瘋了 可是左邊你今天說 你想想看 再好的笑話 你們都不會笑三次 為什麼 真的 真的喔 說這個女生呢 她特別喜歡 操煩父母的事情 對 我想很多人 都對我們的上一代 會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這個學生的爸爸很風流 爸爸 他從年輕到老都風流 所以孩子們都覺得媽媽很委屈 你為什麼不離婚呢 爸爸這樣對你 他說我爸爸今年都七十歲了 每天換不同的領帶 然後西裝穿得爬哩爬哩 然後都去約會 然後我就看到我們的媽媽 這樣一直隱忍 很委屈 那我就跟他說 你的媽媽知道爸爸從年輕 風流到現在 卻沒有離婚 他們一定有很深的連結 是我們孩子無法知道的 所以你要敬重 你不要一直勸媽媽 應該要離一離 對 媽媽都沒講話 做孩子的 對 還有我跟她講 我說現在七十歲的長輩 很多人是身體不好 對 可能甚至有的中風 有的住院 對嗎 我說 你應該要感謝 你的父親七十歲了 還每天這麼有活力 還去約會 還去找他的快樂 你為什麼不從這個角度去想 外面有這麼多女生 要幫忙照顧父親 對 多好 然後我就當下做了一個調查 我們現在朋友 也可以來調查看看 如果你的父親今年七十歲了 那你是希望二擇一的話 你是希望他都不會玩 都在家裡生病 要人家照顧他 還是你寧可他像劇中的這個人 還每天去找自己的快樂 二擇一 來 你希望爸爸就中風 不會玩女人的請舉手 沒有吧 這個沒有辦法選 你出了什麼題 你還是希望他可以去外面 找他的快樂的 請揮揮什麼幹什麼 希望找快樂的 快... 快... 快樂... 所以他馬上就釋懷了 他就完全懂了 所以我覺得人生 信與不信 有時候真的是你的一念之間 所以我們要投資的是 你內在有沒有一個 全新的眼睛 全新的心情態度 去解釋生命發生的事情 那我可以呼應一下 剛才祥犬有講 你現在比較懂得過生活 對不對 有一句話 在這個疫情時代 人家說有錢才能過好日子 但是沒錢的人更要過好生活 我就沒錢是要過... 好 那我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好生活 好好感受生命是活的 叫好生活 好好感受生命是活的 叫做好生活 什麼叫做活的 活的就是它是立體的 它是一直在變化的 那我們很多人把生命活成死板板的 活成被捆綁的 有錢才會快樂 我連一個房子都買不去 我怎麼快樂 所以很多人 是因為被自己的心困住了 其實我剛才遇到余皓然 他也來錄命運好玩 他一看到我說 周姐好久不見 你記得我們二十多年前 一起到歐洲嗎 我說我記得 那時候就是你跟王中平 偷偷在戀愛的時候 他說周姐我永生難忘 你那時候是怎麼過生活的 你還記得嗎 我說你講講看 他說我們在飛機上 我看到你吃飯是這樣 一口 然後放進嘴巴裡 你就閉著眼睛 然後你就會慢慢攪 你都攪二三十下 然後我們就大家看你 每一口放進去 然後就閉上眼睛 然後你告訴我們說 這樣吃很享受 而且比較不容易胖 你看二十多年了 他還記得 那這個就是祥全講的 好好生活 好好感受生命是活著 你今天睡到自然醒 好幸福耶 你今天沒什麼事 一餐飯可以吃兩個鐘頭 好幸福耶 不管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都能夠感覺自己正下 對 我沒有房子 好棒 我不用繳房屋稅 我沒有女朋友 好爽 不用土地增實稅 沒有老婆好快樂 快樂什麼 我怎麼知道 你要想出來 你沒有老婆 好自由 好舒服 擁有的本身也是負擔 對啊 你家擁有十顆拉的鑽戒 好幾顆 你會不放心 要裝保全對不對 帶出去也怕遇到歹徒啊 那你把他放在家裡 沒有讓他好好享受 他該有的璀璨 讓大家看那有什麼意義 不管是有還是沒有 都要找到他的快樂 對 有有有的快樂 沒有有沒有的快樂 所以呢 有錢可以過好日子 沒錢可以過好生活 這很重要 謝謝老師 那我們今天問一下 張聖書老師 哪些紫薇命格的人 只要轉念 就能有更開心的人生 他為什麼要轉一圈 爽啊 好 開心 好 我們來看 開心 心態 轉念 從紫薇的命盤來看 其實這個宮位就叫福德宮 你看福德宮就是 你怎麼想福 你怎麼積德 所以福德的概念 那麼福德宮其實 代表一個人的心態 心態其實就是價值觀 像人的最大問題 都是自我很強烈 就有主觀的想法 想要去加到別人的身上 所以你如果就不轉念 其實人性本質上來看 是格格不入的 你看我們人生所有的快樂跟幸福 不幸 悲歡離合 是不是都跟人有關 你一定要跟別人相處 所以有時候我們講 一句話就讓你笑 可是可能一句話就讓你跳 因為人一下子 情緒就被激發出來 所以現在家人相處 時間變多了 是不是反而麻煩更多 因此怎麼轉念 其實我們從福德宮的概念來看的話 我們看第一個 子惟星 我們都說子惟叫帝王之星 叫逢凶化吉 是 可是怎麼叫做逢凶化吉呢 就是子惟的人在福德宮 他天生就是樂觀自信的人 而樂觀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 我可以把壞運轉換成好運 是 怎麼說 很會轉念 重點再來 你看我們這樣講 比如說今天你碰到一件倒霉的事情 有的人的口頭禪是 我怎麼這麼倒霉啊 可是子惟的口頭禪會變成 我怎麼這麼好運啊 同一件事為什麼這兩個的差別 比如說出了一個車禍好了 那個壞運的人會說 我怎麼這麼倒霉出車禍 車子才剛買 可是這樣子的命盤的人會說 我怎麼這麼好運啊 出了車禍我人都沒事 同一件事情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思維 是 我怎麼這麼倒霉啊 碰到了疫情 或者我怎麼這麼幸運啊 碰到了疫情 可是我沒事 所以 人永遠會發生好事或壞事 可是你的心態 是不是決定了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所以子惟之所以稱為逢凶化吉的意義 就在這裡 也就是我永遠用正面的態度去看這件事情 是不是這時候壞事就容易變成是好事 好 這樣的一個角度出發 你想想看我們剛剛講 轉念轉念的概念是不是在這兒 所以當你今天啊 就覺得很難過很難過的時候 你會一直陷入到那個悲傷的情節裡出不來 就像卓別玲啊 她曾經有一次在公眾表演的時候 她講了一個笑話 哇 哄堂大笑非常好笑 是 結果她又講了第二次 大家就不太笑了 結果又講了第三次 一個人都沒笑 大家都說卓別玲今天是瘋了 可是卓別玲就會說 你想想看 再好的笑話你們都不會笑三次 為什麼傷心的是你們要傷心一輩子呢 真的喔 好奇怪 人是不是很奇怪 真的 真的 也就是說我們天生就是 傷心的是難過的是 我今天投資損失了 我就會氣得要死 可是我今天賺了一點點錢 我覺得怎麼賺這麼少啊 所以你看人的心態 是不是人性本健 真的 背哥哥啊 對不對 這就是人性嘛 所以我們看到子維命盤就會發覺 人性本質上是沒有實權實美的 人性有很多盲點 很多問題 所以子維這顆星剛剛講 如何逢兇話齊 首先你要有樂觀的態度 這是一個 再來 在年輕的時候呢 他可能在說話上面 會比較酸一點 或者是說他會比較龜毛一點 或者是說他講話上 他會比較帶刺 但是呢 他們隨著年齡比較增長以後 才發現說 其實人生呢 他不用那麼樣的這個自嫩 不用這麼樣的一個當酸民 他覺得說有成 變得成熟 而且呢 發言比較穩重 其實是一種 另外一種層次的代表 再來 我們看到 天積星落到了福德宮 其實很多事情一發生的時候 剛剛講的 我一定要老是覺得我自己好運 很幸運 是不是這時候 很多難關就過得去 可天積星的角度會不一樣 天積星其實他們就發明了一句話 叫做 賽翁失馬焉之飛福 好了 今天這件事情出來了 沒關係 我很不幸 但是沒關係 搞不好 接下去就會有好事發生了 用這樣的心態去做轉念 是不是人生就更容易過得去 是 你像賽翁失馬這樣的一個事情 比如說 你看我們剛剛是不是才在討論 這是疫情一出來 賣口罩的賣隔板的 是不是都大賺 對 所以有人虧錢也有人賺錢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不是賣口罩 跟賣隔板 所以 可是如果三年前 叫你改去賣口罩 你會不會說 這哪有什麼市場 所以 沒錯 運勢的轉換 我們就跟你講 你剛剛在講 疫苗要打到百分之八十 所以你知道 所有做疫苗的這些 生計公司股票現在漲了幾十倍 那個BNT的疫苗 現在是德國的前十大富翁了 為什麼 賺錢嘛 對不對 所以人生真的沒有那麼悲觀 人生永遠有危機 你不要看到這個疫情 還有其他的危機 天天都在發生 可是有人因此賺錢 有人因此虧錢 但是你應該要更樂觀的角度去看 你看為什麼我們講賽翁失馬 就是福跟禍永遠是一種 互相 所謂禍福相矣 是 這樣的觀念 是 再來我們再看第一個 天童星 你看我們思杰 有一顆天童 思杰老師 對不對 對 天童的思維角度就是 當心寬了 路就寬了 真的 好準喔 這個差別很大 好準 可是心要寬 你看這是不是就是一種天性 可是要後天碰到了 倒沒事以後才會想得更通 是 所以人生如果一直是很幸福的 很快樂的過程之後 你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幸福 就像你每天在呼吸空氣一樣 你怎麼會想像沒空氣是怎麼概念 現在每個人都戴口罩 才會發覺呼吸這麼重要 沒錯 真的 是不是 所以人生一定要跌過焦 可是這時候心寬的人走得更快 就哇 我馬上就可以 完全不同的路啊 今天我走這條路走不通了 原來是該轉彎了嘛 可是那種 少一根筋的人就會老是在那邊 撞撞一天天撞 我想把他撞出一個洞出來 他沒想到路就轉彎就有了 所以心寬 路就寬了 知足也就常樂了 實際上就是天筒落到了福德宮的福 是 所以人生真的沒那麼難 難的都是什麼 我們自己的砍過不去 是 我們的心過不去 所以剛剛師姐 我覺得他講得非常好 這個心一放開 是所有的事情都放開 是 對吧 而福德宮就代表 我們對人生的態度 哇 我真的都沒中嗎 一顆都沒有是不是 是啊 是啊 我要幫祥犬講一講 人家他也是有太陽太陰這兩顆星 所以是 我覺得祥犬這個人就是做功德 為什麼 他的 什麼意思 為什麼 你想想看 今天這些酸民為什麼這麼注意 你做了什麼錯事 你就是他們最佳的那個 讓自己 這些人本來日子過得很不開心 看到你這樣就開心了 沒有 我有時候 我有時候也會自己這樣子調侃一下說 我會感覺說人家在罵我的時候 他們也是在抒發嘛 就是啊 比如說留言 因為我也不會去告他們 也不會這樣 他們就罵一罵 他們就罵爽 他們覺得好爽喔 之類的 而且師傅他們是最愛你的 他們是最愛你的 才會天天就看你到底做了什麼事 對 而且 而且那時候在罵我的 其實是年輕的 然後到現在 然後他們有時候會說留言 就是很多留言的時候 他們就會講說 余翔弦對不起啊 以前其實是 好多年過去了 我已經長大了 然後也看著你慢慢 跟著你一路這樣長大 就覺得你也長大了 就覺得你也長大了 他成熟了 就罵你這麼多年 我也累了 我今天真的是 有點不想出手啊 保持 社交距離 你養到我有練拳啊 社交距離 社交距離 算了算了算了 這麼多年我也累了 其實我也蠻累了 老婆你也沒什麼事了 我覺得挺好 我們合體 我都覺得今天你很像他的1450 你看他連衣服都跟你那麼搭 真的 我們一起的 可是我後來發現了 不是 他算是你女朋友的1450 對不對 今天他已經幫你們兩個 湊成對了對不對 真的 我要幫你女朋友問一下 你覺得這一任女朋友 讓你成長不少 他跟你以往交的女朋友 有什麼不一樣 講一個實際話 我看到他很像看到 年輕的我自己 因為我跟他插了大概 他像年輕的你自己 對 他的個性 他的個性 就是比較直 然後 然後比較幼稚這樣 然後沒有什麼心機 我看到就是這樣 你上次去公園放生鯨魚的時候 他也在 沒有 不在啊 他那時候 因為我跟他插大概 一輪左右 你跟他插一輪 對 你這麼年輕 你還跟小一輪的交往 我已經37歲了 余湘泉有37歲 37歲 對啊 哇 他25歲 那OK 對 就一輪 那我一開始 我也不會去問他的年齡 然後就有一種照顧 我剛剛在講話 有一種照顧 小女生的感覺 那你就會懂得 好像慢慢懂得照顧別人 然後他做 很多做一些事情 你就會好像感覺 看到以前的自己 你就會好像很想去照顧別人 懂得照顧別人 懂得怎麼照顧別人 然後又加上二姐的 這個 這段時間發生了這個 這麼多事情 是 那你就會看 你就覺得 你以前想做的事情 現在都不會想做的 比如說 比如說以前你覺得 好像不去夜店 你會覺得 有點怪怪的 很難受 很難受 可是你現在不會 還是沒人約了 還是 還是很多的 有差喔 你知道這位外面玩 一箱錢要來 快閃人 不可能 等一下 狗仔隊會來拍 大家會曝光 你知道嗎 不會啦 不會啦 我自己也不會想去 既然你越來越成熟 人又這麼好 那我們打個商量好不好 怎麼說 剛剛前面說的 打疫苗打到80% 我們後來數學不好 80% 算一算有點太高了 老師以色列現在 算打最高的 是六七十而已 也才六七十 對啊 那余祥全我們大概 我們定一個 我們重新定一個標準 沒有 我今天問一下 台灣現在是幾% 現在已經打了幾% 30%左右 現在才10% 那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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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高耶 至少我也要打到吧 你講比我時代嗎 至少我也打一下吧 你的我的 對不對 你女朋友也才25歲嘛 新郎新娘也打一下吧 新郎新娘 那你說我們兩個都沒打 我們結個屁啊 亂講話 對不對 我們全台灣有到50% 然後就直接歸零了 一定就歸零了 我保證了 這真的 到50%你就結婚嗎 結婚 好不好 好期待 好期待看到雨天大哥 加要拜喜事 來 艾芬恩老師 哪些星座的人 年紀越大 越成熟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星座的星盤 年紀越大 越成熟的星座排行榜 我們請大家參考太陽還有上升星座 那麼這個題目的這個設計其實是說 有些星座朋友在年輕的時候呢 他其實給人家感覺比較同心比較重 或者是說他玩樂心比較重 或者說他比較沒有這種成熟的想法 但是呢 隨著年齡越來越大以後 他這種比較屬於成熟穩健穩重 有家庭跟責任感的這個特質 就會展現出來 那麼這種隨著年齡而出現這種成熟 這種年齡的反差 在哪些星座上面會看得更明顯呢 首先我們來看第三名的 太陽跟上升星座 如果是落在雙子座的朋友的話 他們是會隨著年齡越來越大 而逐漸成熟的星座 在哪一個部分 在這個雙子座 它是屬於這種不再稚嫩 而且呢 是變得比較銳智 特別在人際關係的相處上面 雙子座的朋友在年輕的時候 他可能在說話上面 會比較酸一點 或者是說他會比較 歸毛一點 或者是說他講話上會比較帶刺 在批評人家的時候 他就比如說特別喜歡批評余祥犬 就是說在 批評余祥犬 對他們就比較喜歡這種 沒關係我不介意 就會比較是 大家都想要攻擊的網紅 他們就會去跟風 他們就會去攻擊一些人 在網路上面留言 他會以自己呢 罵人家罵得最狠 來當作是一種 就會比較覺得很驕傲 或者說這個人呢 我罵的點評我是最好的 他敢用本名嗎 還是他會用匿名假狀號 他不管 他這個都不是重點 反正他覺得說 這一則留言呢 我是最高的 他就覺得說 我比較厲害 我罵人是最酸的 酸度破表 對對對 但是呢 他們隨著年齡比較增長以後 才發現說 其實人生呢 他不用那麼樣的這個自嫩 不用這麼樣的一個當酸民 他覺得說有成 變得成熟 而且發言比較穩重 其實是一種 另外一種層次的代表 也許他們仍然還還關注余祥犬 但是他在發言上面 他就給會說余祥犬 我覺得你其實很棒這樣子 比如說看到你的成長 你是一個真男人 說此類的 雙子座有時候會在這樣的發言上面 他為什麼會忽然變成這麼善良 因為雙子座他也年長了 隨著年齡的增長 你懂得 對 他以前可能是小屁孩的發言 但是他現在覺得說 是男人跟男人的發言這樣子 他覺得說我要鼓勵你 對 男人是男 對 好 我們再看一下第二名的朋友 那個太陽星座跟上升星座 如果是 請黃耀佛老師測字占卜 未來一個月我能夠快樂無憂嗎 測字 我能不能快樂無憂 我們的字面是這四個字 正向轉念 我們今天的主題 正向轉念 從這四個字裡面選一個字 來測看看 請現場貴賓老師 還有觀眾朋友請你選 選一個字來測看看 請 好 我們再看一下第二名的朋友 那個太陽星座跟上升星座 如果是落在這個星座 隨著年齡越大也會變得成熟 是水瓶座的朋友 水瓶座的朋友在哪一個部分呢 他會變得在自己的行為上面 做一些改變 他會覺得不要再冒險了 他在做任何事情上面 會變得比較務實一點點 比如說水瓶座的時候 看到朋友比如說在年輕的時候 國中的時候或高中的時候 就去出國留學 或者他的夢想是要去 國外環遊世界 或者是他的夢想是要成為 這個太陽馬戲團的一個 頂尖的一個魔術師 或者是一個體操選手 那麼水瓶座會覺得說 哇 這個夢想的話多麼的宏大 這麼樣的與眾不同 他也想要做 那麼也許在水瓶座 在年輕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那我在學生時候 我就要去做這樣的表演 或這樣的一個付出 那麼這是他的比較冒險 或是比較一種輕率的一個決定 但隨著年齡最越來越增長以後 水瓶座他會改變 這比較冒險的性格 他會變得比較務實 他會覺得說 如果我還是依循著 我這個想要成為太陽馬戲團 一個首席的一個體操表演的話 那我將來要怎麼樣去照顧 我的家人 或是怎麼樣照顧我的父母 他會變得比較 轉化成務實的思考 就是不要再追求這種比較空泛的 或者是太... 他本來可以翻三圈 他現在只敢翻一圈 對 也可能是怕自己受傷 或者是說我不要成為 這樣的一個提操選手 我也可以成為一個街頭藝人 同時能夠照顧到我的家庭 或者是我的父母 這樣子 他是屬於這種 隨著年齡的成長 他轉變他的思維 不會這麼樣的輕率 不會這麼樣的太過冒險了 那我們看第一名的朋友 太陽跟上升星座 如果是牡羊座的話 他也會做了一個改變 他會變得成熟 是在哪一個部分呢 他在他的這個行為上面 會做一些改變 就是不再猛 不再這個魯莽 就是不再的這個莽狀 會變得比較這個穩重 這個部分就是屬於 牡羊座的一個改變 那牡羊座的人 在年輕的時候 他可能是一個火爆浪子 或者是一個脾氣比較衝的人 那麼在現場 如果說看到有人在這個欺負弱小 他可能第一個跳出來去跟對方對嗆 可能他忽略的就是說 可能自己可能身高不夠 或自己完全沒有辦法跟這個 對方老大這個實力較量 完全是指貧的出口氣的這個心態 但隨著這個年齡見長以後 這個牡羊座會改變這種比較莽撞的特質 會變得穩重 他會覺得說你們兩個不要吵了 你們兩個好好來談一談 諸如此類的當一個合適老 那麼這些星座朋友都是隨著年紀最大 他會改變自己的個性而變得穩重 那我覺得以余祥權的這個年齡來講 其實你已經過了三十嘛 甚至要進入到四十歲的一個狀態 也許年輕的時候的余祥權 他在家庭的這個事務上面 你是比較具有叛逆性的 你是比較想要跟家裡的關係 脫離跟疏遠的 因為你會覺得家人可能給你太多的約束 或者是父母的這個盛名 會造成你的一些壓力 但我覺得現在的余祥權是 更珍惜父母 或者是這個家庭所帶給你的養分 你現在想要做的是 以自己的能力或以自己的能量來回顧 照顧家人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或許外人還是看你 仍然是一個正在憤怒當中的年輕人 但是我覺得你的家人看待你應該是覺得 你在這兩年的這個變化其實是非常大的 對 這個部分是你的成熟 你的家人會看得比我們更清楚 是的 對 謝謝老師 祥權有變成熟了 真的 來我們這邊 請黃耀佛老師測字占卜 未來一個月我能夠快樂無憂嗎 測字 好 我能不能快樂無憂 我們的字面是這四個字 正向轉念 我們今天的主題正向轉念 從這四個字裡面選一個字來測看看 那請現場貴賓老師 還有觀眾朋友請你選喔 選一個字來測看看 請喔 好 請祥權開始 來 祥權 那我就正啊 正 好 我本來是也要正啦 不過我就跟他不一樣一下 我轉一下 轉一下 好 那我就向 向 來 我加碼轉 轉 唸 唸 唸很好啊 唸很好啊 唸 那我選唸 好 未來一個月我能夠快樂無憂嗎 唸 好 四個字我們現場都有人選 觀眾朋友你也選好了嗎 我們來看一下答案 我們從後往前來揭曉 先從唸 唸是主持人選的 是 觀眾朋友你也選這個唸的話 答案是 所謂心心相應也可以 因為上面就是金 金式的金 下面就是心 那當然再次感情方面 快樂無憂 80分 好 其實是轉 轉是師傑老師 跟艾菲爾老師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你也是選轉的話 答案是 職場專業連連升官 這當然就是工作方面的 快樂無憂 90分 好 我們跳一下看一下這正 正是翔全選的 或者觀眾朋友也選正的話 答案是 工作困擾小人不值 抱歉 暫時一個月而已 這是誰選的 我想選的 你怎麼還會選到 我不知道 暫時暫時 就一個月 以後就都沒有了 你要再去上一下 周思杰老師的課 對 要把自己 要把自己的人生清零一下 真的 怎麼會 誰會選的 都是 都是 30分 下面像是張老師選的 或者觀眾朋友如果選像的話 答案是 財神同行 加倍賺錢 這是錢財方便100分 恭喜 謝謝老師 謝謝來賓 來 我們周思杰老師 讓我們大家知道一下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節目 這是特別針對最近的疫情 希望大家能夠很安定 那我必須說大家的苦 我非常感同身受 因為我的行業是百分之百的群聚 所以我們從去年的元月開始 我就不能去中國大陸 那是我們很重要的收入 我們就不能去馬來西亞開課 台灣也都受影響 所以我們的業績 嚴格上說是 直接斷崖式的-300% 但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在2001年遇過了 這麼大的財務的挑戰 而且都很順利把它還清 所以我發現 我這一次很穩定 我知道怎麼去穿越 大家應該用什麼心態 那因為很多人在FB問我 我沒有辦法一個一個回答 所以我這一次就抱著 也是回饋完全免費 而且很用心拍了很多的短視頻 那如果你的事業現在做得很好 恭喜你一定是可以穿越 如果你已經很搖擺 那就要注意是不是要轉型 是 那如果你本來就很辛苦了 其實這個疫情只是壓垮你的 最後一根稻草 你本來就有問題了 所以你更需要找到正確的方法 那這個在短視頻裡 都有分享的很清楚 真的很值得大家看 人生投資學 謝謝老師 那這個要在哪裡看 YouTube YouTube 周思潔人生投資學 對 好 大家趕快去搜一搜 謝謝各位 來 感謝你的收看 拜拜